字幕提供 簡單地講一下你的背景好了 你是傳統信仰家庭出來的嗎? 對 家裡拜拜 對,都拜拜 你是獨子嗎? 算是 所以也是需要拿響的 但我後來自己不拿響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很討厭拜拜 因為我們家其實我爸爸拜得很瘦 但是從小到大就是 也是那種喝腹水長大 常常家裡都有拜 可是都拜得不好 我覺得沒有改善我們家的情況 只會 如果對拜神這件事情很懼怕 還蠻反感的 很討厭 我覺得沒有意義 而且我爸爸因為拜神 狀況不是很好 我覺得是經歷上面 所以其實蠻討厭的 後來我就比較大了 我自己獨立了 我就抗拒家裡 叫我拜我就不拜 然後公司如果拜拜 我們要拿響 因為我之前很討厭拿響 但是我很想騎TB個搭 很奇怪 就會有 一直騎TB個搭 一直騎TB個搭 去到哪裡拜 只要拿到響就會 後來我就不喜歡拿響 我就自己結果都不拜 我本來其實我是太難得了 我是上來工作 才認識到弟兄 才接觸到 我本來其實對什麼聳交 就沒有什麼貴大的情緒 但我覺得比較特別是 他一開始跟我聊聊聊到主的事情 講講自己的故事 那我就是抱著都聽沒關係 不然我覺得當閒聊 他講的都比較舊約的故事吧 我覺得我比較特別的是 他每次講完我真的都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他講的我真的一點都不懂他到底在說什麼 因為他很多詞我沒有聽過什麼什麼聖別啊 很多詞我都覺得你到底說什麼意思 我問他他解釋我還是不懂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我只好每次聽他講完 我們有時候一講就一個小時 蠻久的然後我就一直聽聽聽 我光是聽而已 我覺得我聽完下班 我就覺得我整個變不一樣 就覺得很開心很喜樂很平安 因為我本來是一個不太容易開心的人 只是算有點 怎麼說 從小到大都是這種個性 就比較內向 然後不太跟人家說話 然後不太容易開心 這是我的特色 所以那時候聽他講我就覺得 為什麼裡面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是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覺得這麼 我發現什麼 我可能有需要一些事情 我才會開心一下下 買新東西啊 買什麼東西 還有物質上面的 才可以稍微滿足我一下 本來就是喝酒 那種夜生活 對 以前大部分都是那樣的生活 那一直一直一直聽到他 他講到 講完我自己還不知道是因為 聖經的關係 我自己覺得我今天特別高興 那時候我才繼續 我現在才知道那個叫喜樂 那時候我是很喜樂很喜樂的 然後過一段時間之後 就有消了 然後再聽 我也是聞一下很深刻的 我們坐在這邊 下午吧 那他一直被我們聊 我就覺得他真的在發光 他真的變不一樣 你說老闆在發光嗎 嗯 他跟以前開會 那就是跟開會不一樣 我不曉得為什麼 他講到我會很感動 我不知道 我還是聽不懂 我還是聽不懂 那就是 聽他聊完我就還是一樣 那感覺又來 我覺得很奇妙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聽到 鼠的故事 然後什麼 他後來就去 聖家福音區 他就要我去 然後我不知道男人是在幹嘛 我以為是去聽人家講健身 他就是很好玩 聽人家講健身 什麼 可是你在 就是你在台南那時候 你因為是求學跟就是工作 一開始工作都在台南嗎 我一直坐在台南 我大概到今年 去年 所以前來台南沒有很久 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台南 那時候在台南那一段時間 就是都沒有去過教會 有人傳福音給你們嗎 國小有 也是有 但是國小 那時候我剛好他們叩門吧 然後就是會 你也知道這個詞 扣門 現在知道的 當時都知道 對 他其實會有印那種 我還記得會彩色樹看 創石劑吧 就很薄 然後有姊妹來 巧克力賣20塊 還要賣錢 還要賣錢 對啊 我現在想說怎麼還賣錢 但他印得還滿精緻 他說你有沒有想要多讀這個模式 我就喔 我就喔好好好 然後我就 我爸他們都不知道 我就去後面拿20塊給他 然後就留起來就看 我只是覺得單純就要印刷很漂亮的形式 所以在那一段 但是他再來敲門我就不敢開了 可是那段時間就是身邊同學 從小學到長大一直都沒有基督徒嗎 我其實之前拍婚紗照的 沒有 所以我接觸到基督徒 就是他客人是基督徒 然後去教會這樣子 我就去教會這樣子 我就去教會 幫他們拍照 就點多這樣而已啊 對 他們同學身邊都沒有人 就只有那一天 剛剛那個小事 喔 那個假基督徒 假基督徒 為什麼說他是假基督徒啊 他沒有在過照會生活 他比較 但他只是密 對啊 可是家裡面的人也是 他們家嗎 好像不是 是我不曉得 喔 這樣子 哇 所以其實那時候 一開始 直接來到這公司 也是 是什麼樣的情況下 讓你願意離開台南來到台北啊 因為你說 那時候我就是因為 其實我跟他本來就是朋友 喔 本來就認識了 對 那我那時候工作假如換 我就不想做那個行業 但他就說 那時候我要不要來 我上班 我想說台北好遠 我有沒有離開過台南 然後後來就反正 反正決定 我覺得好像不錯 然後我試試看 可以就重新開始 然後就懶 你們都是設儀式嗎 嗯 然後 所以在那個圈子裡面 就是也都沒有機會接觸到 沒有 然後你們就是像是在拍 拍東西之前 或是 其實有什麼特殊的儀式 需要你們拜拜 什麼嗎 幾次都沒有 就公司出一束拜拜 然後需要去拜 那那個時候你進到福音聚會裡面 印象讓你最深刻的是什麼事情 最深刻就是我覺得 裡面的人看我的眼光 可是外面的人看我的眼光 怎麼說 因為外面的人 一般看到我的外型都會 你看 你看得到他的眼神是 也不是討厭你 但是也不是喜歡你 就是一個特別的感覺 他們不會太想要進進去 不會以前 他以前的比較 給人家感覺比較有距離感 是有殺氣的意思嗎 有點瑞士這樣吧 OK 對 因為我看得出來就是手上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大家會覺得你很可怕 還沒有自信的時候就這樣 真的嗎 對 真的 真的 所以 你覺得進到教會當中 就一直沒給你的感覺 就是他們眼神是 完全沒有看到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 一般去到那種人多的地方 我是也不太愛去 因為我知道 正常人看到我就會有 那種眼神我也習慣了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意外 我意外的反而是弟兄姊妹在樹林 在樹林那一次的聚會 就是怎麼每個人看我笑的那種感覺 就是 而且他們不會太跟你提什麼 不會去 那你 他們的眼神不會太覺得不是 而且反而是過來跟你握手 是眼神是帶著愛的 我就覺得 有被嚇到 這個是我覺得最特別 對 愛也很好吃 那時候去就對阿 愛也很好吃 弟兄姊妹很有愛 有沒有一句話或是一首詩歌 讓你可能覺得印象深刻 當時其實沒有 沒有印象 但是我後來 就是受完禁 對 當完那一首詩歌一直在 然後是 還記得是哪一首嗎 還記得阿 歌名的 就結束 這樣一心事 這樣看他親屬 喔轉向他的眷顧 轉向他的眷顧 轉向他的眷顧 喔對 所以你得救是才這一年的事情而已 是嗎 就來台北嗎 你們一起得救嗎 當天對 我們一起 我的印象比較深刻 我受禁完 那天他就說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有幫我的名字寫在板子上 黑板上 我就覺得不對勁 怪怪的 哈哈哈哈 然後後來他就說 新的朋友站起來歡迎我們 然後我就歡迎歡迎 那他就來 我想說他們很熱情吧 結果握手 這樣見識那是新的朋友 然後一樣也OK阿 然後後來就是 最後就是叫我們全部站起來 我就覺得不對 然後老闆就抬頭 要不要受禁阿 然後我就蛤 受禁了 你當時知道是什麼嗎 我知道 他有跟你解釋過 是有阿 我知道 那很突然 為什麼你還是去了 沒有 去之前不知道 喔真的阿 不知道 他意思是說 受禁是什麼意思 知不知道 可是我們去之前不曉得 要受禁 會是要受禁 喔 單字以為是去 一根處理這樣子 所以如果那天你知道 要受禁 你們都不會去嗎 不會有壓力 沒有想到 這件事情 在這之前 有跟你們提過說 就是希望你們受禁之類的話 都沒有 喔真的喔 所以是到了那邊之後 才知道說 喔可能要受禁 我覺得他不會 他沒有過壓力 那時候 那時候 他跟我傳不一樣的時候 沒有提到 所以我才會 當下嚇到說 他原來是要刻意收禁 然後他也問我自己決定 他也沒有要比我 那為什麼你會願意阿 我不知道 我老實說真的沒有被 我就是當下最好啊 這樣而已 所以你也一起了 對 你沒有阻止他 沒有 為什麼要出聲 就是 就是 對啊 因為想說 他不是會衝動的人 喔 他如果想做的話 他就會去做 可是如果他不想做的話 你勉強他 他也不會去做 所以等於他其實應該是 已經自己決定 就是沒有問他這樣子 我覺得當下 感覺其實很奇怪 就是 我覺得我沒有決定什麼 我只是順著 就順著 就順著那個就好 就好跟帶著走這樣 那你受禁完之後 有什麼感覺 他也很小 一直 就是像剛剛那個 那個弟兄嗎 沒有我笑的比他還好小 他沒有 我會笑 是真的很開心 不知道 就莫名的 就是會覺得 因為我真的以前不太常笑 真的很少 除非要喝酒 清醒的時候也不太笑 清醒 這樣清醒的時間多嗎 多啊 工作什麼幾乎都是搬一個點 就是同事跟我的關係都不會是很近 都是有點距離 對 只是當下很奇怪 我覺得那地方很安全 我只覺得那地方很安全 很安全 很安全 我會覺得 對啊 我只印象中 大家都跟我說 跟那個叔弟說 他好喜的 他好喜的 每個看到他好喜的 他們好像都看得出來我很喜的 但我自己覺得還好是 笑 也是笑 你有覺得他很喜樂嗎 當下 當下沒有 是之後有覺得 那你覺得就是 受盡大家 你說有半年了嗎 有超過的半年 月十六號去年 哦 那差不多超過半年 有覺得自己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除了變得比較喜樂之外 因為他改變可能要我們朋友 要幫他做見證 我們可以幫他做見證太多了 舉例 七一 他以前是怎樣的人 跟現在是完全交 其實他們兩個都變得多 其實他們兩個都變得多 其實一 以前看到他的話是 因為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那看到彼此以後很開心 但是我們會覺得就是 他的開心其實有點實氣成真 就是真的只是見到朋友 但是其實你會覺得他就是 他沒有辦法那麼開心的去面對自己的人生 因為他可能卡在很多問題上 但是 其實自從他鎖鏡以後的話 到現在好像 其實覺得兩位都變變很多 是一個 真的 就像他講的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固執的 跟我這個朋友其實很像 他們的節目部分很像 他非常固執 今天即使像 譬如說可能以前 我有一些什麼 譬如說大家要睡覺的時候 但是他會因為他的固執 他是沒有辦法打開的 所以說 剛剛他在講他很固執的時候 他不容易覺得事情 其實我很有感受 就是他沒有辦法 就是 為了某些事情去 委屈自己 對 所以說他在做很多事情 其實是沒有感覺 然後 一直演變到現在這樣子 就是 自從他受訊 我們也見了幾次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他是真的很開心 因為 他的笑容 以前他的笑容 是那種 人生有一點無尊 但是現在真的是 很有精神的笑容 譬如說 以他 老婆來講 其實也改變很多 因為以前他是一個 我跟他還算熟 因為我們真的見過太多 我跟他 他還會跟我聊天 但是以前他是對外面的人 其實是非常的 封閉 可是現在看到他 我就覺得他改變很多 就是 哇 他其實很 open mind的在接受這些 所有的一些人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Sonya第一名 以前 對 他以前他是在你後面的 對 可是現在是他自己在發光 對 說在你身上有很多很 真實的經歷 就是你可以 就是舉例嗎 其中一個 像什麼事情 我覺得你舉例 以前比方 上台見證的那個 我覺得哇 不可思議 我看到他在台上 我真的覺得 你有去參加劇那個劇嗎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他有poface錄 然後我看到那張照片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 光看到照片就已經很震撼 因為他 他以前是一個 非常非常討厭 就是被人家注意的人 他非常討厭 喜歡走路後這樣子 也算了 就是他其實很喜歡 隱身在人群當中 他還會覺得他有安全感 所以他其實上台見證的時候 就像他們說的 很容易開心 然後我會很有很大的壓力 但我已經是習慣那個壓力 後來 我比較 放棄著究竟吧 到最後其實我覺得 會碰一些 比較 像毒品之類的東西 我就 有用那些東西 但要舉例的 他可能就是 偶爾 我是蠻依賴 對 我覺得 每天 就蠻依賴的過日子 我覺得那個時候才是我真的 才活著的感覺 才活著的感覺 對 因為我 如果一整天 不管上班幹嘛的 就是 我也覺得活著沒有什麼意思 然後 下班回家 我才會得到危機 覺得我的壓力 有一個出口 然後我會覺得我沒有出口 類似這樣 對啊 但其實經過了好幾年 對啊 其實那時候我會覺得這樣不OK 才這樣下去 不行 對啊 應該蠻貴的 所以 不只是這樣 隔天上班其實會很沒有精神 然後會 我知道真的很不好 我 每天立志 我不要再 再用 因為這樣我真的 在一關不好也不行 然後想說 至少一個禮拜一次吧 慢慢 慢慢改變 有點類似像戒嚴的 可能沒辦法 一回到家 一回到家 很開心 大概過了兩三年 一直聽到福音 當我受盡 我都沒有去想這些事情 然後我比較深的經歷是 我覺得也沒有很意外 因為主充滿我 那種感覺是你 裡面的平安喜樂 你就是那麼開心 我就不需要 我就突然看到 我那天回去 我看到這張東西 我就覺得 我還有需要它嗎 我好像不需要 對 然後我就 沒有用它 然後我就覺得 我好像 我又想要自己試試看 我能不能 不再碰 後來我就再 紀錄 這到現在都斷掉 完全沒有 好冷 我之前靠我自己 每天都想要戒 但我戒不掉 就是 一受信完 那一 我覺得主的一點很大 就是 對這件事情上面 其他事情我覺得還好 可是這點是我最感謝主 好冷 我覺得他最讓我 就是 感受到他的復活吧 甚至他跟他一樣 在復活裡面 我真的覺得很感謝他 對 有這樣的恩典 對啊 不然 對 好冷 就最大的是這個 就我不曉得會那麼容易 我想不到會那麼輕鬆 因為我本來想說那個 本來就很難記 我自己覺得 可是我想不到就是 會那麼輕而易舉的 就 丟開了 我比較不會去跟陌生的船船 去像跟 丟我準備出去發船單 我還是會去做 但是 我不太會說 可是我身邊的好朋友 我一定會說 因為我覺得我 這是那麼好的東西 我就想要 我的好朋友也知道 然後我就開始 也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我會 回台南的時候 我會特別思念某一個人 我想要找那個 那個人 我很久沒有找 其實我得救之後 有很多朋友 幾乎都是完全不見 你就會覺得 不是他們不好 不知道可以幹 他們聊什麼 就是完全覺得不一樣 我覺得是我變的 我也不是他們變的 他們都很好 只是我自己覺得 我不想再去找他們 就不知道去要幹嘛 就是沒有目的 覺得很沒有意義 以前可能覺得很有意義 現在很沒有意義 就有點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我都不知道 但突然會有幾個 人的名字會出來 對啊 後來我就會去找他們 然後就會 跟他們聊 然後就自然而然就會聊 因為可能他會看到我的改變 然後就會聊聊聊 然後都 會 傳不運給他們 就自然而然就會傳 然後傳一個得救 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就是 第一個是我媽媽 媽媽先帶得救 真的喔 對 因為我媽媽也很不了解 她自己兒子怎麼樣 她怎麼我也不知道 她就看到我變成這樣 她也覺得很生氣 她就得救了 她反而沒有阻止你去信阻 不會有那種 因為想說 感覺很多爸爸媽媽 會有很傳統的觀念 其實我媽也很 因為我爸的關係 跟我剛剛講那個白白的事情 她也很反感 所以她可能也覺得也好 或怎麼樣 對 但是比較反感 她也是很討厭反 因為她就跟我 我爸一起 然後我爸比較迷信 然後她就可能覺得 信耶穌好像比較不錯 我會 對 不要在那邊 對阿 很清楚 所以反而媽媽 是你第一個帶得救的 對 就是她也是很簡單 就覺得 我都只是變了 對 去受盡 一開始其實會有壓力 會怕 老實說 剛聚一兩次 然後尤其是第一次 到中和 童子沒來我們家 然後覺得 不認識的感覺又來了 又是 聽說好幾個人要來 我就開始又怕了 哈哈哈哈 然後後來我下去開門 他們看到我又說 你就是你弟兄嗎 我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你有弟兄的味道 然後我就想說 樓上起樓上起 然後就很緊張很緊張 然後他們說要導賭 我就不會導賭 又不會導賭 我就是硬著頭皮 亂硬亂講 後來聚完會 我發現 又是那感覺又來了 就聚完是很高興的 可是下次又要聚會 又又緊張 就是一直在重複 那 到後來主日也是 就是 就會丟我 你不要分享啊什麼 我就覺得有點 會怕 後來就 我就 就久了吧 反正一到那個時間 我就會低著自己去 我就想要去 不知道為什麼 好悶 我會拍牌子